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三的 新闻联播时间 大师 常公子 有什么要澄清? 没什么特别 你要留给Victor回应 历史那些 什么传教士去 用圣经骗王金 我不知道 留给Victor回应 水深火热 疫情100宗 27宗源头不明 每一个群组都扩散开去 包括一田 葵城西村 将军澳地盘 跳舞群组 最大件事就是葵城西村 8座再多5个人确诊 除了住在5楼的朋友之外 还有住在7楼和8楼 累积已经接近 累积啊 18宗 空气传播了 已经证实了 应该这么说 整个抗疫 本身 林郑政府 是做到一些事不烫不水 我不知道是林郑政府 还是他们其他问题 他那件事就是做到了 葵城西村 为什么不立即封 是的 不立即封 也不敢封 只封了一层 而且任人走 其实那晚已经走了 是的 那晚的人已经拖行 离开了 那些可能是隐形大干者 是 而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个城市 整个城市 就是 就是 那个叫做 你那一头 脚头 这一头 脚头 然后 然后 你呢 总确诊数没有增加 但是问题是 你是北明源头的增加了 是的 所以问题是 那件事 就是说 北明源头的增加太快 所以 如果你维持在那个群组里 就更好一点 问题就是你不在那个群组里 是 葵城西村应该就要封村 当地的居民都暂停封村 那一栋 但是现在其实散开了 现在封村 现在封了 第一天永远都不封 他们永远都是 他们不肯用 是 一开始的时候 不肯用 最严厉的方法 是 只是希望 幻想那件事没有发生 而那件事 你是不应该幻想 不是应该幻想的 是啊 那真的封村 就真的没有立刻做 你以为封户口 这么简单 是不是 是的 有些记者问 林郑为什么不做 林郑又说 为什么不用紧急法做 林郑又说 紧急法不是一睡醒 是可以用的 所以要研究法律框架 现在也在研究中 很快都会推出的 就是在区域里强制检测 就是在区域里强制检测 要一些人留在指定范围之内 没有结果之前 就不可以离开 如果超过12个小时 政府会提供援助 例如派饭 之类之类 但是也是研究法律框架 他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他现在 原来在酒店的旁边 都可以到处走 现在还在? 在酒店里面 也不是在房里 我知道 我也知道 据我一些人 写的文章 就是说 在酒店里面 他只是在酒店里面 但在酒店里面 在酒店里面 在酒店里面 都可以到处走 我一会儿再有个例子 第二 林章月娥 郑月娥 你懂不懂法律 什么叫紧急法 紧急法 就是他一样东西 可以立即使用 才是紧急法 即是一睡醒就可以用 就叫紧急法 不是啊 紧急法 如果不可以一睡醒就用 为什么叫紧急法 喂 大佬 紧急啊 紧急法 就是不用再经过通过 因为紧急法 就是一睡醒就在弄 是不是可以先用 才叫紧急法 当然啦 你遲一半个小时封去的户口 会调走那些钱 那怎么办 就立即封去吧 什么叫紧急法 不能立即用 有什么脑子的 大佬 我不懂的 紧急法 就是你说 现在还未用紧急法 都更好些 虽然也是笨的 但是紧急法 本身就是一样 可以立即用 睡醒可以用 未睡醒可以用 中间中途 你都可以用 才是紧急法 如果不是不叫紧急法 是不是 真的 林郑真的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白痴 这些东西 就算不是郑若华 都要跟他说 对不对 郑若华现在很少说话 他都问问郑若华 什么紧急法 不能立即说 现在整个城市 是水深火焰 还叫不紧急 什么才是紧急 所以张建宗 郑若华 我想他们最近很多事要处理 都没什么处理说话 他们有什么事要处理 有什么事比这个东西 整个城市 现在有什么事 都比特区 你们怎么办 怪不得所有人都说你们不行 那你真的不行 这件事是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老实说 你现在说他不行 我也是很难过得关 还有今次来世空空 就是这种尼泊尔病毒株的病毒 跟以前又不同 年轻化了 急了很多 有些60岁以下都感染了 有个45岁的病理学医生 现在在心慈治疗部抢救 还有一件事 看回新闻的时候 噢 发得很快 之前还可以进来 你感染了 几天还不用插头 现在一个晚上就插头了 情况就是这样 这件事 我们为什么选择林郑月娥这个人 林郑月娥说你玩什么 最初的时候你玩得够硬的 好打得 不是 好打得 现在原来你不能打得 是打两个人 原来你是表面上扮打得 这些就是不能打得 这些就是不能打得表现 所有的原来一来到你就远了 全部都不能做 现在就是 整件事就是停摆了 你什么都没做 然后你那些什么东西 巴基斯坦 那些有空客来 那些疫区 全部疫区有空客来 现在走到旁边 有隔离也不好 然后原来你完全什么都不敢 你完全不敢得罪 那些什么海员 那些又一直都进来 然后你只是这样 结跳舞群组 然后其他那些 很多东西 都没那么过 等一下我会说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没什么过 那件事当然一定会发生 就是你整班官员 原来是废的 嗯 收紧防疫措施 今天星期三 从明晚开始 六点钟禁止堂食 健身中心体育场所 未永远全面崩跪 那你维持两个礼拜 至本月的二十三日平安夜之前 希望再开饭 那么 如果 说过了 如果再有严重的 就是个案的再上升 就可能进一步收紧 不知道如何进一步收紧 进一步收紧的意思就是 就是宵禁钓饭的 不宵禁钓饭一早应该要 不 钓饭一早应该要 我一早觉得 钓饭又另计了 三十七楼很难钓的 三十七楼就派饭 那我说宵禁应该提早做 那一声 九点后不要出街了 那这样说好不好 是 宵禁有什么用呢 嗯 宵禁有什么用呢 现在那些人不是夜晚黑染的 你肯定那些人是夜晚黑染 你才是宵禁才有用 你现在不是夜晚黑染 其实你真正危险的群组 就是最重要的 不是在宵禁那里 而是在他们没有 扩散那些禁足那里 是扩散那里 有那里就封那里的问题 不是在宵禁那里 为什么不是呢 我就想跟你说 你知不知道现在 他们迫得这么紧 那些私斗继续运行的 晚上黑 十点多 十二点 一点两点 中上环 各区 很多私斗 OK 那些私斗 如果是宵禁的话 那些私斗继续运行的 是不是 你宵禁就运行 现在你都可以拉 其实私斗运行 现在不是代表不拉 那他现在没有拉 现在不是代表不拉 现在私斗不是代表不拉 私斗是应该拉 实际上你那样东西 你没有运作到 没有正式运作 宵禁 你听着我这么说 那些一铺上来 你已经可以拉 对不对 不需要拍门 或者铺了一铺 那你已经可以拉 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拉 而且还有就是 你到最后 都是运了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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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确诊了那些东西 你不封那些东西 没错 它是葵城西村 你不封那些东西 因为现在 我们是这样说 有A,B,C,D,E 那么多东西 每一样东西都有效 是 有些比较有效 有些比较没有效 我就是说封了那些东西 是比较有效的 消禁是没有那么有效 但也有效的 可以吗? 但是你没有做到更有效的 而且那些东西的成本 是低一些 消禁成本高一些 社会成本 你要做一些用更低成本 效益更大的东西 而不要做一些更高成本 成本效益也没有那么大的 但是相对来说 你可以全部做完 就一定是最好的 当然了 明白吗? 现在我说的问题就是 消禁成本和效益 是高低 远远是比不上 你做那些风楼 已经确诊了 一风泥成西吊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已经有很多感染了 你还让他们离开 是 这个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 而是一个成本效益 管理学的问题 正如林郑自己也会说 她说因为封城不可能 因为封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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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成本太高 做管理是成本效益的问题 现在你说 为什么不去做酒店的有效隔离 就是在那些隔离酒店 那些人已经隔离了 已经隔离了 你还被人到处走 于是你不是有效隔离 隔离了 有效隔离的成本很低 那些成本很低 明白吗 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 都已经在酒店 你不如索性不让他出房 那就更加容易 对不对 不要让他串门 那件事本身要是这样去做 是成本效益的问题 因为法律的问题 通过框架才可以禁止你 发什么律 今时今日就是说紧急法问题 不就是说紧急法问题 不就是紧急法问题 紧急法的意思就是说要紧急 现在紧急法 你要搞一年之后才紧急法 不如直接在立法会过就可以了 另外也会说外防输入 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个案都是外面输入 除了14天的检疫之外 在第19天和第20天 即是隔多5天 要做多一次检测 即是刚才那些 去到酒店隔离那些 但是我经常都说 其实很多还在豁免着 即是香港还有很多 豁免的案例 其实应该说出来 例如今晚的国际骑士邀请赛 星期日的香港国际赛事 其实有很多的马主、马夫和那些 都是豁免人士来的 我说话的时候你大声一点 其实问题就是 譬如我昨晚做封人员的时候 就和一个记者聊天 那些国际骑士来自不同地方的骑士 包括法国、新加坡、日本、亚联邮的骑士 他来到香港参赛 其实都没有接受隔离 但是来到之后 当然是检疫才可以下机 上机之前是检疫 那来到香港 就只能在沙田马场活动范围 不让他们到处走 那措施就是这样 昨天还说有个联马师受感染 谢俊卫 今早就确认了 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些类似的豁免例子 还有更多更多 是不是 那经常都被人说 不封关不封关 那就是这些东西 我说完 我只是说一件事 其实 据我所知 原来中国已经有100万人打了针 我认识很多人跟我说 他有很多有钱朋友 中国有钱的全部打了针 其实这些全部打了针 才进来不行 是啊 或者进来才打针 OK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其实防疫针 已经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现在很多权费有钱那班 最有钱那班 是全部打了针 或者一些医护人 又有前市 已经打了针 即是说 现在只不过是一般的市民 是没有打到的 如果是这些的话 就先叫他打针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英国也开始跟全民接种疫苗 开始了 约翰逊就说 到了一月的时候 应该有五至六百人打了针 五至六百 五至六百万人打针 接着就是辉瑞那一只 那香港呢 什么时候打针呢 不知道 疫苗从哪里来呢 没有人说 要等爷爷交参针 但是你应该这么说 你等爷爷交参针 的时候 你应该積極去参加 现在我们要求去开会 要求去参与分配状况 嗯 应该张建宗就努力开会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 我猜他不出现 那当然有事要做 你又不用开记者招待会 我又没有在媒体说些什么 那你是正部司司长 那我当然猜你有事要做 因为现在出来开记者招待会 都是林郑月娥拍 卫生署 这样开会 我又不要见郑月娥和张建宗 好像退休 那退休 那你都要做的 那你又没有别人抵上来 是不是 很奇怪的 可能他在讨论了 我觉得可能是 临退休前是先绑架 是 那都要找人去代 应该有个人去代他的职务 不用去代 长征掌公司要去代 哦 即是他不用去代 不用去代 算了 至少有人在做那些事 你可能不知道 是 大了 类似是副手做 是的 希望香港也快点有个疫苗的 讲法 给我们知道 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打到 什么时候开始有 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打 英国开始打 全民 日本也很快会有 美国也开始打 正如你所说 中国也有百万人接种了 你刚才说 香港什么时候呢 香港还没有人打到第一针 是公开的 是 秘密可能打了 是 情况是这样 另外再说 林郑 我们前天说过 林郑就说 全民检测没有科学根据 你的朋友陈凯文也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问题 其实说来说去 他就不是科学根据 说来说去 他就是成本下益太高 不是 那是林郑无能 人家做都做不到 青岛七天内做了 700万人的全民检测 是 林郑就说 起码要做四星期 是 所以成本下益太高 你不做全民检测 就很难清零 那这个是不是科学根据 我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办事能力的问题 办事能力的问题 现在证明了 林郑如果大家要好 打得 原来可能只是能打得 他是没有办事能力的 即是毕竟打 是一个张飞式的勇将来的 他完全是 可能只是自己能打得 那些事情强行来 因为从逃犯条例 逃犯条例 也说了 他的背景是做得太差 即是后防做得太差 而打仗 不是靠一个勇将出去 砍两刀就可以 你要做好好的后防 要好好的后防去支援 你去计算粮食 所有的粮草 技术上 如何做 原来他完全没有 他完全什么都不懂 即是去年逃犯条例 可能不知道 那么多的外国因素加入 但今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就看得一清二楚 逃犯条例也是 因为内部因素 他本身那条条例都写得不好 我已经说过了 你连续打四条战线 实际上是打不到的 但是那时候 你不得的时候 你不得的时候 你强行打 你不肯强行打 即是现在的紧急法 你得的时候 就会强行打 现在就讲和你 不是一睡醒就可以用的 记者朋友来接着紧急法 我们研究的法律框架 全是西村的人都走了 是呀 言什么叫紧急法 紧急法就不用研究 我都不明白 我都不明白 我都真的不明白 你应该立即睡醒就可以用 是 另外我们讲讲其他新闻 昨天警方拘捕了民阵的召集人 陈浩环 立法会前议员胡志偉 朱凯迪 包括长毛等8人 在赵卫朝早被捕 请不吝点赞 否则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